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是这里面还有个关键的字没有搞清楚 就这个在究竟是如王立版古代汉语的柱一样 是车在还是背负还是头顶 背负和头顶其实只是理解上的细微差异 关键是这个在是不是用车在 第二 朝不用说先秦之前的这个朝即便是现在的朝你们到故宫去看一看就会发现在那个朝上过车子有点困难 是不是 而且这个朝我们在前面讲到过 一是举行朝会 但见君曰朝 二是举行朝会之所 但见君之所 一曰朝 这样来说的话 实际上 实际上过朝既然是要使众臣畏惧 因此他应该是在众臣都在朝廷上的时候 这样的话我们来看这个无论是头顶也好还是背负也好 总之以人体为载体要比课本柱上用车子装载 这种理解要更稳妥 那么读到这儿我们知道这个书正义 从某种程度上说带有串奖的性质 读往往是对一句当中的字词进行注解 而书一方面要帮助后人读懂前人的读 因为汉人的读到了唐代 人们读起来又有困难了 所以要对注再做进一步的注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孔英达的书和正义 经常会对原文的意思具意断意 以及这个具意断意之后的背后的含义进行讲解 这样对我们阅读典籍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关于这个注书对我们的帮助 我们再看下面这个例子 因为上次我们虽然讲过了 载夫尔熊凡 尔熊凡不熟 但是这里面这个儿其实还不是特别清楚 许慎人说是儿烂野 但是在我们今天看到的春秋左传正义里面 在书的后面正义的后面都附录了路德明的经典诗文 唐代路德明的经典诗文 这个经典诗文解释这个儿 先用直音法给它注音 说音儿 然后解释它的意思是主也 这个主字下面从火 现在我们规范的写法是从四个点 这个四个点是火楷化以后的变形 读到这儿其实又有问题了 而熊凡 那个熊字下面也有一个四个点 那个四个点跟火有关系吗 那个四个点跟火有没有关系 哪个同学科下做过考虑 或者自己去检查过工具书 有没有 这个功夫应该是去做的 那么特别是这个熊步 说文解字里面熊步的前面就是能步 能许慎说是熊鼠 那么这个能表示能够的意思 才能的意思跟熊鼠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儿上来 孔云达正义引用字书 这个字书我们不知道是哪一本字书 应该是六朝时期的字书 说过鼠曰儿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经典诗文的解释和说文解字的解释统一起来了 经典诗文是解释它的动词意 是要用火去煮 而且这个儿字里面还包含了它的结果 是使这个肉烂 这才叫做儿 假如我没有看这个书的话 可能理解这个说文解字就直接理解成烂 就是使烂的意思 主而使烂 好 下面孔云达继续解释这句话的意思说 我命此宰夫 儿雄凡 其凡不至于熟 以其伪命故杀之 这是讲解 看了这样的讲解以后 我们对儿雄凡不熟这句话就更清楚了 还有这个为什么儿雄凡不熟 这里有一个背景就是熊掌难熟 是不是 所以大家看在文工元年里面讲这个楚国的太子商臣以公甲为楚城王 王请食熊凡而死 服听丁卫王毅 大家知道楚城王也是春秋五霸之一 这个春秋五霸的下场都不是很妙 前面齐桓公 晋文公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现在又知道了这个楚城王 大家看这个杜狱的柱说熊掌难熟 祭酒将有外旧 可见这个楚城王并不是说要通过食熊凡而自杀 而是请求自己在被杀死之前再吃一顿好东西 为什么要提出来吃这个熊凡呢 都遇得住 他就希望煮这个熊凡的时间比较长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外面的自己的部下得到消息也可能会来援救自己 那么读到这儿我们看熊掌难熟 这个熟是用的谁熟的熟 我们经常以为这个字应该是一文代词 但是在左传当中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字用作生熟的熟 那么这个字表示生熟的熟 我们课本上的柱说是同今天这个熟系的熟 说文解字里面这个熟字是这样写的 许生的解释是时任也 任是什么意思呢 段隶才柱说是大熟也 这还是说文解字的解释 可识之物大熟则几持时之 也就是说这个字和执行的执一样 右边这个完本来应该做挤 这两个形体是一样的 是在这个立定的时候不同的写法而已 那么左边这个字读纯 左边那个字读纯 许圣给这个字做了知音 说是音纯 纯是什么意思呢 许圣说是熟也 这样来看 我们说这个字从纯 从挤 挤 许圣说是吃也 食物熟了以后就拿着去吃 用这个形体表示熟的意思 上面这个就是响 我们通常看到的响都是现在熟的左边这个形体 好 这样来说的话 这个熟本来确实是下面没有火 我们也就知道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熟实际上是右边这个挤 这一句话来说是从这一句话来的 好 这一段文字我们就 我想读到这儿 对每一个字的字形 它的词意 它表达的词意 每句话的意思就都了解的比较清楚了 所以下面我们接着往下看 将戒是赵队和士忌将要劝戒 将要禁戒 士忌就说如果我们劝戒 但是不入 不入课本著说是不纳 这里指不接受建言 这样来说的话 建主语是士忌和赵顿两个人 而不入是指的济宁公 其实这句话更恰当的理解是 不入是不被接纳 不被接纳 主语都是士忌和赵顿两个人 就如果我们劝戒而不被接纳 那么就没有人能够继续劝戒了 这个知 课本著说是代词指赵顿 这句话这样注对不对 不对 这个知应该是指的劝戒这件事情 所以 所以无论是旧著孔宁达的书 大家看一下 正义曰 言二人将与相随入见 世纪未顿曰 子是尊卿 当时赵顿的地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所以是尊卿 今与子聚见而不入 假如我们一起去劝戒 但是没有被接纳 则莫只能继续为见 这样的注就很恰切 比我们这个课本上的注要更准确 沈玉成先生的译文 也正是按照依据孔书 把这句话翻译成 那么就没有人能够继续从事劝戒 这件事情了 下面 世会就说 我呢是 悲轻 请先往见 不入 则子寄之 所以回过头来看 先是先见 先去做某件事情 这个先是动词 那么 子寄之 这个之字 课本著说等于我 对不对 之等于我 对不对 很多同学摇头 很明显 寄之还是寄见这件事情 那么 从这儿 我们发现 这个知词在古代汉语当中 那么 很多学者写文章说 可以表示第一人生代词 第二人生代词 第三人生代词 仿佛它是一个 流转不定的 这样一个指生形式 这种理解 那么 实际上是从翻译的角度得出来的 而不是真正把古代汉语当中的 知 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 得出来的结论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 有那么多的论文 论知 古代汉语当中的知 可以表第二人生代词 论古代汉语当中的知 可以表第一人生代词 这样的论文 都是毫无价值的 因为他们提出来的问题 就是伪问题 解决问题的方式 也只是举一些这种 可以通过翻译 似乎这个知 可以翻译成第一人生 第二人生代词 通过这样个别的例子 来支撑自己的结论 因此这样的研究 是不足为逊的 我大致看了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知的作为人生代词 第一人生第二人称 这样的论文大概有三十几篇 好 我们接着看下文 下面有空缺的内容 有省略的内容 赵顿 赵顿呢 同意了世纪的意见 于是呢 世纪就前往去劝谏 但是三季之后 一直到达六 一直到达六这个地方 到达屋檐下这个地方 然后呢 禁灵宫才看他 用这个动词是很有趣 是而不见 是只是一个行为 不包含这个结果 而见 不仅 包含这个看的行为 而且包含看的结果 所以是和见的区别 差不多等于英语当中的look和say的区别 那么这个地方用视之而不用见之 意思就是说 禁灵宫并不是没有看到他 而是根本就不去看他 假装看别的地方 所以对这句话 课本上做了很详细的注 说这个社会往前走一段路 就扶到地上地下行礼 灵宫知道他要劝谏 所以呢 呃就假装没看见 这个社会很尴尬 只好就又继续向前走 再行礼 这样往前走了三次 已经到了沿下 这个时候 金灵宫已经是无可回避了 所以 才理他 才去看他 拿眼睛看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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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